網路比較有關係,也許是從雲端一碟下載資料 也許未來,假如說你有一些資料放在某一個地方讓使用者去更新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上個禮拜的 比如說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如果我說我今天裡面有更新了 那我勢必我需要一個更新資料按鈕 那可是問題來了,那我的資料應該放哪裡比較好 可以讓使用者按下去 自動就什麼,第一個當然先把舊的資料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就把資料抓過來 放在這邊 對不對 OK,大概更新的動作 那放哪邊會比較OK啊,那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server的話 比如說你看看資料庫的 可是如果說這個資料庫不是你管的 可能是公司 其他人管的,那有時候你要 我也要更新一個資料或者放個資料 我們都要經過那個 那個那個可能 MIS的同意或怎麼樣 那當然麻煩 所以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其實有啦 像這邊我是 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放在哪裡呢 放在雲端硬碟上面 那雲端硬碟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把資料 發佈成 一個網頁 好 也就是說你以Sale的資料有沒有 你可以變成網頁 以前可能想說 那第一個啦 這個就是一種應用 如果你要把以Sale的資料變成網頁 以往可能你需要一些用一些技術啦 但是我覺得目前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把它放在什麼 放在雲端硬碟上面 然後 它功能 可以讓你發佈成為一個 所謂的網頁 好OK 第一個 我們把資料放在雲端 硬碟上面 好 第二個的話呢 那有一個網頁 你就可以去 用什麼呢 用Excel去抓它 那Excel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 資料裡面 它的來源 資料這個地方 它有個其他來源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 跟著你講 應該是這邊 從Web 從Web功能 你可以怎麼樣 再從Web的功能裡面呢 去找到那個網頁的資料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把你不需要的列跟不需要的欄刪掉 那就完成更新 所以我這邊有個demo 按下它 更新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連到我現在的 雲端硬碟上面 把最新的資料給更新下來 那當然 不過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更新 雲端的資料更新完 它可能有一個 時間差 比如說你雲端更新完之後啊 大概有的時候會 隔 快的話大概一分鐘以內啦 可是慢的時候有時候大概好幾分鐘之後 那個資料 才會 更新完成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把資料放在 Google 雲端硬碟 我這邊用 因為呢 它其實雲端硬碟 你以為它是一個 SERVER 其實不是 Google SERVER 在網路上的SERVER 總數 超過你能想像的數量 所以它 必須很多的 很多的 SERVER之間要互相備份 互相備份 有時候 可能 今天 某個使用者 連上的 跟 連上的 跟另外一個使用者 連上的SERVER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這時候就麻煩 所以它不需要同步嘛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個時間差 它要把所有的SERVER 全部都 同步過 那恐怕花的時間 其實會非常的長 其實各位不知道 Google 網路上面的SERVER總數多少 目前呢 有個數量 可能你們 應該無法想像 它的SERVER數量 目前已經超過 200萬台 200萬台 其實200萬台我都覺得有點誇張 200萬台 這是什麼樣的數量 所以你可想而知 其實雲端不是只單一個SERVER 它是 非常多個SERVER 所以呢 像你Youtube 你隨便連上去 你以為你連到同一個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同一台 幾百萬分 而且它經常在互相的同步 所以你資料放上去 其實我覺得 會毀損的機率也蠻低的 為什麼 因為SERVER壞掉 它是互相同步 而且它有個演算法 反正永遠 都有 一個機制 OK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做哪 更新資料裡面 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更新資料裡面的程式 大概就是這樣子 裡面呢 我把那個 字稍微再放大一下 大概的流程 第一個 先清除舊資料 第二個呢 匯入雲端的資料 OK 那第三個就是刪除 我不要的列 因為它匯入的資料裡面 會有一些可能我不需要的 OK 那我們該怎麼做啦 第一個當然你需要有雲端資料 所以你雲端資料怎麼放上去 不知道各位對於那個 Google的雲端硬碟使用上面熟不熟悉 其實如果你不熟悉的沒關係 反正幾個步驟 第一個請各位建立你的雲端 你的雲端資料 那怎麼建 首先的話第一個 請你先把那個 我們的 上個禮拜也許像 你可以找一個空的啦 不見得裡面要有按鈕 你可以 也許你可以拿那個我們範例檔裡面 之前 還沒做過的那個 這個問題06 我看看問題06是不是檔案 它的資料量是比較少一些些 其實你也不用太多的資料 把這個 因為這個 或者你把那個問題05丟上去 也可以啦 我看看問題05 那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起用編輯 Ctrl向下看一下 2500 OK 假設這麼多資料 那我希望把它變成雲端 目前它是以自由資料 我要怎麼變成雲端資料 首先第一個 你先找一個檔 我們在用範例檔裡面這個檔好了 問題05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先 一樣啦 要登錄Google帳號 登錄Google帳號之後的話呢 請你 登錄了 第二個的話呢 點選 Google利用程式 雲端一點 我想這個 可能要經常使用 我覺得 雲端一點其實還蠻好用的 再來因為我的雲端一點也這麼多啦 我自己找一個TEMP好了 因為我這邊有建一個TEMP 你自己再建一個資料夾 那建資料夾就新增嘛 反正新增資料夾 接下來 請各位注意一下 按右鍵 上傳檔案 把你的範例檔 剛剛那個問題05 把它傳上去 傳上去之前呢 請你先檢查一下 它的右上角 有個設定 確定一件事 這個先一定要打勾 轉換上傳的檔案這個 有沒有 這個要把它打勾 為什麼要打勾 到底很簡單 因為 我 丟上去的是Excel 是微軟的 那 你必須打勾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微軟的Excel 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因為 我沒有轉換的話 我沒有辦法使用它 發佈成那個 網頁這個功能 所以第一個 記得 先記得這要打勾 好 完成 按右鍵 上傳檔案 去找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我的範例檔案 那我的範例檔 我是把它放在 我的 這個 隨身碟裡面 路徑很長一串 這邊 然後找到這個路徑 裡面的問題05 這個 假設這個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把我的Excel檔 傳上去的同時 並且 轉換成為 這個Google的試算表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轉換呢 其實你可以看這個圖示 如果它長這樣子 表示已經變Google的試算表 如果它 還是長這樣子 那表示什麼 它還是一個Excel OK特別注意喔 請 注意一下那個圖示 那如果說我已經把它放上去的話 打開來之後 這個時候的檔案 雖然它上面顯示的是 XLSA 不過其實它已經是 Google的試算表 好 那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把它 變成一個網頁 很簡單 直接檔案裡面有一個叫 發佈到網路 那特別注意喔 發佈到網路它要問你幾個問題喔 你知道整份呢 還是只有 只有這一個工作表 那特別注意啦 我們乾脆 只有這個工作表就好了 不過其實 因為整份也只有 所以應該結果是一樣的 不過我習慣是 將來可能會好多個 那我選其中一個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發佈成什麼 一般的話 常見的也只用網頁 當然它也可以發佈成CSV啦 其實這個CSV有點像開放資料啦 反正你 只要連上去你也可以把那個CSV抓下來 再去切割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那這裡因為我們需要用一個網頁 這個是自己產生的喔 OK 那所以我們按一個發佈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它問你說 你確定要發佈嗎 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 這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 請你按右鍵 複製一下 或者直接前往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網址非常的融長 但如果你需要縮短網址 你自己再用go.go的把它縮短 好 那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 非常長的一個網址 自動把 你原來的Excel 變成一個網頁 OK 那所以現在我有一個網頁 那可是接下來我要怎麼把它抓下來 OK 那我們把它發佈了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要把它抓下來 1把這個網址複製 2切到我們剛剛的 什麼呢 我們剛剛練習這邊 假如我開個新的工作表 從web 網址貼上 到就可以了 OK 那到之後的話 它就會臨到我剛剛 我們產生的那個 網站 這邊 要不要執行 好 那請你在 這個箭頭把它打勾一下 表示我這個東西 我要賄賂 那賄賂到哪裡呢 直接就賄賂好了 直接就賄賂到A1 賄賂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 剛剛的東西 它會出現這個 正在下載 OK 那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問你說你要放哪裡放A1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資料 從雲端上面 不過有2500列 所以其實 時間會比較久一點點 當然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它砍一下 砍 數量不要太多 不然的話 你要抓的時間 就會比較多 好 抓下來之後會有個問題 上面多兩列 空白列 對不對 所以 必須怎麼樣 刪除 按右鍵刪除 會 多一個空白欄 A欄 來自動幫你多一個編號 把它刪除 好 所以 下載下來之後 一二列刪除 A欄刪除 完成 OK 那你怎麼樣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變成一個連貫 其實倒也是還蠻簡單的 你可以用什麼 我們前面講過的 你可以用錄製劇 如果說下載 因為 它裡面會牽涉到一個 從Web 的這個功能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我們的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劇 按照剛剛的步驟 一個一個的 可以把它錄下來 當然 不過有些東西不用錄 你可以再簡化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 先把那個問題05 記得把它傳上 記得要把這個 設定 打勾一下 傳上去之後 再把它發佈 OK 試試看 反正就是你自己發佈 所以這邊可以學會的 第一個 以後如果你有 以色列的檔案 你需要 讓人家看到 看到的時候呢 是在網頁上面看到的話 因為常常會有需要說 我要發佈一個東西 我要讓你看到 可是你怎麼看 我給你檔案 好像也不方便 而且 我給你 你也不能 就是說 我希望給你看 但是我不希望你修改 另外就是說 我希望你可以在 瀏覽器上面看到 或者手機上也可以看到 因為它這個 發佈出來的那個 表格如果在手機上看 我覺得也還好 看起來其實不會說 那麼的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 那個表格 所以 第一個 就是 如何把 Excel 變成一個網頁 其實最簡單的方案在這裡 第二個 你有個網頁之後 如何利用什麼呢 Excel裡面的VBA 把雲端上面的資料 自動下載下來 那我們 可以把 這個功能 變成那個雲端的資料來源 也就是說以後 我有個資料 我要給每個人 我們部門所有人都更新的話 那你就可以 資料丟上去 然後以後你維護 就維護那個檔就可以了 以後如果你刪掉一些檔 刪掉一些資料的話 其實 使用者那一端 你新增 修改 刪除 你的 客户端也會同步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